港鐵南港島線今天正式通車 金鐘站成為了全香港最大型的轉車站 多了一條港鐵線自然就多了人搭 到底南區出九龍的乘客 會不會要在金鐘站等很久呢 今天我就來到港鐵南港島線的海宜半島站 看看由這裏出發在繁忙時間 要多久線可以成功去到尖沙咀呢 我們現在乘搭了差不多十三分鐘 就來到金鐘站了 整個金鐘站一共有六層 南港島線雖然就在最底層 但是乘客只需要上兩條電梯 就可以去到黃泉灣線的月台 又上又下 終於我就用了二十三分鐘 就來到尖沙咀站了 可以見到其實剛才在金鐘站等車的人 都不是真的很多 大家以後由南區去九龍 又可以節省時間